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洞穴街 先來看看地圖 其實洞穴街就位於白鴿巢前地的後面 也是白鴿巢的側面 旁邊就是洞穴巷 就是連接著白鴿巢 花黃塘 以及下面沙梨頭的一條通道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店鋪 不多啦 人流也不多 但是不要看店鋪和人流也不多啦 這條通道 其實平時也有非常多的街坊 從這裡穿梭於沙梨頭以及花黃塘之間 算是一條非常方便的通道 而這條通道 有看我們很久之前一集 洞穴巷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了 其實就是鄰近於一個 地下秘密革命組織的 以前的一個聚腳點啦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啦 今天來到這一條街呢 其實已經是相對較為之多的 人流會走過啦 也都有 非常光猛的太陽照射得到 所以其實今天呢 未必就是那麼適合這些 組織再在這裡聚腳的啦 其實走到這裡前面呢 就已經是接近洞穴街的盡頭啦 這裡就是大聖元啦 下面呢就是沙梨頭啦 那我們帶大家去到最後一個街牌 其實這裡呢 就是洞穴街的另外一個街牌啦 也是洞穴街的盡頭 那這裡下去呢 就是池更圍啦 以及沙梨頭一帶的地方 那今天洞穴街就介紹到這裡 再見